沒有大概差不多100瓦左右 可是呢 冰箱有個問題就是說 你不可能說你今天不用的話 你把插頭拔起來 應該冰箱都是24小時開著 也就是說呢 你24小時乘以一個月好了 就是大概至少720個小時 那如果每一度電大概4.2的話 開始計算 你會發現一個月就大概要200多塊 那如果你的冰箱又是比較大台的 大概要200瓦以上的話 那你一個月就要500多塊 所以你可以試算 另外還有比較耗電的 你可以就把它列個清單 然後逐一的怎麼樣呢 去做一些節約用電 那當然也是環保 因為其實用電越多的話 當然相對地球也不好 所以像我家最近呢 只要燈泡的話 看要不就把那個T9的把它換成T5的 就比較細一點的話 它亮度又比較高 然後又比較省電 然後燈泡的話就換什麼 換LED的燈泡 不過後來發現好像感覺LED燈泡比較暗 沒有比較亮 所以就還沒有到完全成熟的地步 所以透過這個地方的話 可以讓我們了解就是說 大概用電的狀況如何 那最後呢 當然你可以重新輸入 這個部分的話 按一下重新輸入 沒有全部寫好 因為我這邊Copy貼上 這個剛剛沒有改 全部都是買A 所以這邊的話你可以把它改一下 再把它改一下 買B買C 全過後面加空字串就可以了 那我預設的Initial 在那個User Phone啟動的時候呢 我給MyD 就是我的那個上面這個值 MyD的部分呢 給它這個值 給它 那預設的話是給它2.68 那如果說你這個值要調高的話 你也可以把這個值修改 OK 其他的話我想各位試試看 那還有那個記錄的部分 記錄到資料庫 A也可以試試看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